各位师长,各位同修大德,请翻开金本四三五页 从第七行开始,众生被困恶,无量苦必深,观音妙之力,能救世间苦 我们从这里来阴读,前面讲观世音菩萨来救其中灾难 然后呢,就讲这个,有三度两种这个球,就是三度二球 那么这就是观世音菩萨到这个世间来呀,对于众生的,有求必应的,救苦救难 那么这就是讲观世音菩萨这些慈悲的,有救有求的来答应 那么刚才念的这个,这一段,就在七种灾难以后,就是讲究答应众生诉求 前面,前面七种灾难,就是读解,说是这个,七种灾难前面讲的呀,有果报,有这个恶业,有烦恼,这三种 这三种把它讲化起来,都是由众生啊,六大造成的 六大就是,六大就是,地水,虎,风,空,石,石就是我们呢,众生都有八个石,就是石,这叫六大 这六大,这六大,我们众生的身体,自然界的,一切的这个,这种现象,都是由这个六大造成的 就是,地水,地水,虎,风,空,地水,虎,风,空,地水,虎,风,空,这个五,这是自然界 石,就是我们众生,一种身心啊,就是六大 六大,六大怎么来的呢?就是由无名来的,就佛来讲,佛到世间来,教化众生啊,也有这个六大 但是佛在世间,这个六大啊,都是跟本性一样 这个六大,在佛,在我们众生看见是山河大地,这个,在佛呢,也是山河大地 但是我们见到山河大地啊,这个是,是,是一种这个,处处啊,都有障碍 佛,在这个山河大地,他没有障碍 我们这个,我们这个,众生的这个,身体,心理,这个,就是生命啊,有生命啊,佛呢,这个没有生命 这个,佛叫,到世间来,就是叫我们呢,明了,明了就是无啊 无了之后啊,这些,外面的这个自然界的这些,种种的现象 我们本身,生死问题,都把它转变了,转变这个觉了 一觉悟啊,就能得着佛所讲的那种,那种作用 不悟呢,就是迷了,迷了什么呢?迷了就是处处有障碍 觉了之后就没有障碍,就是无碍 那就是用比喻讲,在佛看起来啊,山河大地,一切这些都是宝啊 这个宝是从本节里面出来的啊 我们凡夫众生啊,没有无,是迷了,迷了之后这些宝啊 处处呢,障碍我们 就拿这个空来讲,地水火风空嘛 那佛,比如说是佛了,就是大菩萨 还有道尔建斯湖的这个罗汉 这个空没有,对他没有障碍啊 他可以空,在空中来去自在的也没有障碍啊 我们呢,要到哪里去,到国外去,到什么地方 还有飞机啊 要飞机就是因为这个空,给我们障碍了 为什么空能够障碍呢?我们执着,执着这空 把这空啊,当作实在的法 空是如此,地水火风都是如此 所以迷了之后啊,执着那些假象 地水火风,空,石,这都是假象 石是阴阅神法,其他都是阴阅神法 执着这假象啊,它就是给众生了种种的这个障碍 无了之后,不执着这假象 一切障碍都没有 生死也是障碍,生死也没有 这个,把这个七哉讲完之后啊 这个祖史读解这一段很重要 我们现在看这,下面这一首寂寞 《众生被苦恶,无量困恶,无量苦毕生》 就是我们众生啊,在这个世间 所遭遇的困恶,所遭遇的困恶 这个,恶是种种的这个,这个灾难 无量苦毕生啊,无量苦毕生啊 这种困恶,所感受的苦 是多得像无量的 没办法说出有多少 这个无量苦毕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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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逼迫我们这个终生的人人都有这个生啊 这个生就是包括身体,心理 我们一想是这样啊 无论是哪一个终生啊 对着讲六道终生啊 我们一说人道终生啊 就是人道终生啊 也是无量苦毕生啊 那至于说 山土里面的那根根是苦 苦不堪言了 这个呢 观影妙之力能救世间苦 观世音菩萨 他能够啊 他能够啊 那个解救世间众生啊 无量之苦 他凭什么能够救世间苦呢 就是上面这句 妙之离啊 妙之离啊 就是我们凡夫众生都有十 都有八个十 八个十啊 要转成智慧 转成智慧啊 四种啊 四种啊 前五世是陈处作之 第六世是妙观察之 第七是平等性之 第八十是最后的大愿性之 这个妙观察之 这里妙观察之 这个妙之就是指的妙观察之 所以妙观察之 这个妙观察之 无论哪一位众生 他受哪一种苦 观世音菩萨都能观察得清清楚楚的 来救这些众生的无量之苦 来救这些众生的无量之苦 普通修菩萨道 要转世成智啊 这个妙观察之 平等性之 转没有圆满的时候啊 他 他 还是有 这个能力啊 还有限制的 第一的 把这个 第八十的 识啊 转成大愿性之 大愿性之 一转成功啊 那个妙观察之 平等性之啊 就有 大愿性之的功用 那么 前五十的成熟作之 也是一样的 所以 观世音菩萨 他早就成佛了 他有 这个大愿性之啊 所以他这里讲 他 以妙智力 以这个 妙观察之 他能够 寻神救苦 施加 施加任何众生 任何苦啊 这个 只要众生心里 一有这个 心里一想 想到观世音菩萨 那 观世音菩萨就知道 一动念呢 观世音菩萨就知道 他知道什么 他凭着一个 照啊 大愿今至 今至就好像照啊 观世音菩萨就是一照 就行了 就能够来救苦 观世音菩萨 有这种啊 观照的 这种 大的力量 他把世间的 一切的这个 现象 观察得清清楚楚 众生的 什么心里 他都一照 就明白得很 这个 再说呢 观世音菩萨 这个 那个 陈所作之 什么 什么事情 观世音菩萨 都能够 创造出来 就我们凡复众生的讲 那些 科学家 这个 创造 发明很多 很多东西啊 啊 这个 这个 观世音菩萨都能够创造 但是 观世音菩萨 创造啊 他 不会 创造有害于人的那些 那些 东西出来 比如说现在 核子武器 在这个 在这个 通信方面的 创造 那些 网络上的去 有些 网络上 有好 有不好的 那么这是 凡复众生啊 你叫观世音菩萨的创造 你叫观世音菩萨的创造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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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内容啊 观世音 不会创造 不但 不会创造 他还有 有办法 使那些 那些 坏的东西啊 能够消失掉 这是观世音菩萨 他的 这种 能力 我们了解 观世音菩萨 这种 能力啊 我们的世界 从事 哪一行业 我们心里啊 不要像现在 一般人讲 我创造 一个东西 对人家有害的 我心里就想 想到 观世音菩萨 这种 慈悲啊 他所创造出来 都是 对于众生 有百亿 而无一害啊 我们 存在这个心 在世间 把任何事情 就是 与观世音菩萨 救苦 救难 答应 答应 众生 所求的 我们这样做的话 就能 跟观世音菩萨 相和 跟观世音菩萨相和 我们有所求的 那么 就能感应 这一层呢 我们 要研究 这一点 了解 这一点呢 我们对于 国世音菩萨 我们求 地的 地的 确确 是 有求的 我们 自己这样做 我们也叫 一般的 众生啊 也要知道 这个道理 知道 怎么样 求 才有感应 这一首 基颂 祖师诸解 就讲了 无论三界之内 三界之内 就是六道终生啊 他当时苦无量的 三界以外的 就出了三界 怎么能出三界呢 就是 到了金斯谷 整到罗汉了 罗汉谷了 出了三界 出了三界 在界外呀 界外有什么谷啊 界外有 界内分断谷 分断生死谷 界外就是 变异生死谷 所以界外有苦啊 那就是说 断了金斯谷 整到罗汉谷 除了六道 三界 到三界以外了 三界以外还有 变异生死啊 所以就是 三界内外皆有苦 什么苦啊 三度之苦 贪嗔之 还有呢 五男五女之苦 五男 就讲这个 三界之内的吧 六道终生 我们人道终生 人道终生呢 有的 家里呀 他养了很多儿子 没有女儿 希望有女儿 希望不到 这也苦啊 有的家里养了很多女儿 没有男子 希望男子有不到也苦 无男无女之苦 无男无女之苦 这是在六道终生的凡夫终生呢 讲到这个界外的话 什么是男什么是女啊 那有另外的讲法 不是这么简单的了 界内的 无男无女之苦啊 这个是很 很浅的了 很粗浅的了 这个粗浅的话 这个求观音部的 他会求到的 过去 现在 很多想 我想跟你有个女儿吧 真正在求的话 求到 求男的也是如此 这就有求病 就是讲这种无量苦 包括界内界外的 这些三度之苦 还有无男无女 这种福 观世音菩萨都能够啊 救啊 来救这些大眼啊 就能满足 众生俗求 我们 这个众生 能够啊 求到观世音菩萨 来 来救 来救济 来满足俗求的话 最重要是我们学观音菩萨 学观音菩萨 啊 观音菩萨 这个大眼菩萨都开发出来了 我们最底下 要开始学的话 学这个 妙观察之 平等性之啊 这两种智慧 就是第六诗第七诗啊 在因地来开始学了 因地修满了 成熟所知 大眼菩萨 就说别嘛 我们在因地就 学这个 妙观察之 平等性之 这个妙观察之 平等性之 从哪里开始学啊 就是由 慈悲心 佛 菩萨到世间来 就是慈悲啊 如果 不发慈悲心的话 成了佛 他就在那里 安安静静的 在那个妮观间接的 享受啊 菩萨也是啊 那后悔到世间来 成佛 行菩萨到 开始的时候 发现就要 这个 来教化众生 成佛以后呢 还是要来 来教化众生啊 所以我们学 观世音菩萨 我们开始学的话 就是以慈悲心 来 观察 一切众生的痛苦 观察一切众生的痛苦 从哪里来的 然后再 来教他 怎么样消除 痛苦的来源 根源 我们对待一切众生 都是用平等性 来看待他 这就是慈悲啊 我们从这学 才能学 才能学得好啊 下面这一首 俱足神通里 广秀至方便 十方诸国土 无差不现神 观世音菩萨 有神通 这个神通啊 跟一般的神通啊 不同 一般人是 外道有外道的神通 那个不必讲的 那个神通 靠不住的 那是神通会死掉的 俱佛家 俱佛家俱 俱 到来今四国 正隆寒谷的 有神通 那么俱佩萨道的 是 菩萨 大菩萨 也有神通 但是这个神通啊 不像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具足啊 他这个神通是 具备了满足的这个神通啊 这个 这个 罗汉 这个神通具足呢 光修智方便啊 他是 能够这个 光修智 这个智慧 这个智慧啊 有 真实的智慧 有方便的智慧 真实智慧叫实智 方便智慧叫全智 所以在这个光修智方面呢 这个 两种智慧 都是有的 这两种智慧 所以 实智 就是从自己的本性里面 显出来的 啊 用出来的 全智呢 先有了实智 然后才懂得 用种种的方便法 来教化众生 这叫全智 你说全智 必须有实智 才能谈得上有全智 实智是自己 受用的 全智是来教化众生的 就是智慧 所以在光修智方面呢 这一句 观世音菩萨 是光修啊 光修是 不但就世界来讲 长远的修啊 就空间的来讲啊 哪一门的这个 世界哪种法 他都来修啊 都来学习啊 所以叫光修啊 光修之后 这个实智 才 才能够起作用 才能显出来 实智显出来 才有方便智 才能够 这个 教化众生 这个方便智 来度化众生呢 那真的是 普度众生的 那么有这种 有这两种智慧 就有这个观 观照的作用了 他 就具足这个 那种神通 这种妙用了 这两句啊 是 是 是这个意思 那么我们 凡夫众生啊 学观世音菩萨 也不 不按照观世音菩萨 这样过去 这样广修的话 那怎么成就啊 所以我们现在 要修观世音菩萨 修佛 不能不研究 这种经典啊 佛家经典我们要研究啊 世间法我们要了解啊 了解之后 世间法一切都是因缘神法 因缘神法不然是 是对众生是障碍 有生老病死 即使因缘法 它 它是假的 假的就能够把它消除掉 就能把它 破除 什么破除法呢 那就是 修观世音菩萨 这种啊 光修这个 就是智慧 光修智慧才能够有这个能力 来 教化众生 下面这两句 十个 诸国土 五大不现身 这两句啊 就是 讲上面呢 观世菩萨因为光修智方便啊 两种智慧 才能够啊 出 发出神通出来 才能有具足神通力 有这个 具足神通力了 它可以到十方国土去 十方无论哪一方的国土啊 五大不现身 他都可以 到那里现身说法 五大不现身 祖师诸解呀 现什么神啊 十八戒的神 十八戒啊 可就不得了了 现这个 六八戒的神 我们知道 五大不现身 菩萨都在哪一个 这个六道里面 菩萨都可以现身的 再说呢 再说呢 神无缘觉 菩萨当然能够现 再说 去菩萨道里 十八戒里面呢 九八戒 都可以现身 十八戒这个 佛法戒怎么现身呢 佛法戒啊 就是 指定那个 那个 这个 施暴神 讲这个 国土来讲 有法神同居土 有方便有余土 十八戒 五张爱徒 最后是 长吉广尽土 长吉广尽土 是 纯粹佛 所居的那个尽土 是 十八戒 尽土呢 你法神大师 他在这个 就是 报神徒 就在报神祖里面 就报神菩萨 他这个根基 就是啊 他的根基啊 就是合乎佛法界的 这个身份 所以就是讲啊 居住十八戒身 十八戒身是 得了报神的菩萨 这种根基啊 他就合乎佛界的这个根基的 所以这样说起来 国师尹菩萨 他能够知道 十八戒的 这个根基 他来观察 一些众生 十八戒的这个根基众生呢 他都能观察 即使能够观察 那么他的这个 救苦救那 答应诉求的 都能办得到啊 苦呢 不仅仅是六道之内的这个 这个其中在那 两种诉求的 三戒以外的 那个苦难 能诉求的 就那诉求的来讲嘛 三戒以外 求男求女 就是去开发智慧呀 去把无名 去一层 智慧 开发一层 智慧呢 智慧女 智慧呢 智慧女 谁 谁能障碍他呢 无名障碍 去一层无名 就是智慧男女 就出现一份 所以这个 观音菩萨这个 都能够观察 都能够满足 界内界外的 众生诉求啊 他就是 能够有 这种神通力量 能够 关照 这些 根基的众生 下面这一手机子 在四百三十六页 众众读恶曲 地狱鬼畜生 伤老病死苦 一见戏令灭 这一手机子讲道 众众读恶曲啊 恶曲 有什么 地狱 鬼道 出生道 还有这个 恶修路道 恶修路道 分配在 这个 人道 天道 出生道 这个分配在这里 鬼道里面也有 所以这里面 就像那个 地狱 鬼畜生 上面呢 诸恶曲 就把这些都 涵盖在内了 观音菩萨 这个 救苦 救难呢 包括这些 恶曲 当然 人道 也在内 天道 也在内 六道的众生啊 都有 生 老病死 这种 痛苦 不但 六道 中生 有 生死 痛苦啊 除了 六道 以外 就是 三界 以外的 变异 生死 也是 痛苦的 不过呢 变异 生死 不像 六道 之内的 分段 生死 苦 的那么 厉害啊 界外的 变异 生死 就是 无名的 那个 就是 在那里 转变呢 转变一层 无名 不那么 容易的 比如说 我们要 修 修慈悲 我们拿 慈悲心 平等心 来看待 众生 说是这么说啊 我们真正 要醒起来的时候 对着 那个 那个 不讲道理 的人 他 处处 拿着 这个 那是 陷阔的心 对着我 我反而 不 不但 不运恨 他 我还用 慈悲心 来看待他 这在 心里 上面 不那么容易 转变呢 转变 也是很苦啊 这就是 比喻 到 三千 以外 转变 无名 无名 就跟本性 它是障碍 本性的 无名 不转变 不破除啊 本性是 写不出来啊 所以 转变一次 无名 无名 很深 很多的 转变一次 就像 一番生死 所以那个 也是 等于 有 生老病死 苦 是一样的 不过 比这个 六道众生 分断生死 苦 有 轻 都 多了 这些 生老病死 的苦 后面 一句啊 一 见 喜 灵 灭 这一句 重要啊 这些 界内 界外 的 众生的 这些 生老病死 苦 光世音 菩萨 都能 来个 度化 它 这就不只是 讲 前面讲 那个 其中 灾难了 其中灾难 那是 还是小事情啊 生老病死 生死 大苦 这才是 重要啊 那菩萨 都能够 见习 灵明 见习 灵明啊 这就要注意了 菩萨 怎么样呢 是六道 众生 以及界外 众生 都能够 逐渐 逐渐的啊 叫他 消灭 这种 生死 大苦 这些 那个 先讲 六道 众生嘛 六道 众生啊 地狱里面的 众生 最苦 鬼道 众生 虽然比 地狱苦 好一点 不那么重 但是 渡了的 鬼道里面呢 也是 苦得很啊 鬼的 寿命 很长啊 那 一渡了的 鬼道里面 什么时候 出来 那 没有办法 想象啊 出生 道里面 也是苦得很 像地下 蚂蚁 那时候 释迦牟尼佛 蚂蚁 死了以后 再来又是蚂蚁 蚂蚁死了以后 还是蚂蚁 有的可以知道 多了出生到 那就是 那就是要脱离 出来了 太难了 出生到如此 鬼道 地狱道 根是 啊 长远的很 在那个 长期的 受苦 而且 这些众生 长期受苦啊 他不知道 求救啊 他哪里知道 像我们 人道众生 念 观音菩萨 求观音菩萨 来 来 来 救苦 救难 哪些众生 他不知道 求啊 但是 观世音菩萨 所谓有大慈大悲啊 跟佛的慈悲一样啊 他就到 一个 前面叫 无叉不现身啊 虽 这个 闻身 寻身究苦 虽类现身的 他可以到这个 那个 恶居里面 哪一道 他都可以 先生在哪一道 居啊 哪一道 居 虽然 哪里那个 恶居的众生 不知道 求救 这个 菩萨 到哪里去啊 感化他 感化他 时候 他能够 修佛吗 不那么容易的 先把他 先把他 把他 度出来 出那一道 脱离 你就是 地狱道 叫地狱道 众生呢 脱离地狱 这个 鬼道就是 脱离这个鬼的 鬼道的 这一道 那么 出生道 就他 出离 脱离出生的 这一道 那就到人道来了 到人道来就好办了 到人道来就 可以学佛 可以知道 求观音菩萨了 这就逐渐地 吸 这个 灵力 灵力就是 对于 恶趣的众生呢 叫他 脱离 那个 恶道 脱离恶道 到人家来 人道 众生 他知道 修佛 求观音菩萨 求观音菩萨 不仅仅是 前面讲的 那种 启动灾难 除了启动灾难以外 他会 这个 解决 生死问题 脱离 生死大苦 这就 一间 洗 灵 灭了 灭了 那些 三头的苦 人道 忽道众生就 脱离 这个 生死苦 恶道众生 观音菩萨 把他 度化 处理恶道 到人家来 人道众生啊 他 直到 求观音菩萨 直到 请观音菩萨 来度化他 解决 生死问题 那么 流道众生 这个人道 天道 以外 就是 三界以外 的众生啊 那是 那个 神文音菩 菩萨 都 三界以外 的了 三界以外 的 神文音菩 正了苦 他 如果 不回小 向大的话 那 那就 不能成佛的 他 要想成佛 他 要 回小 向大 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 他就是 修菩萨道了 修菩萨道 既然 出了三界 他怎么 还有 生死呢 这 就是 读解了 分段 便于 各有 四项 之苦啊 分段 生死 苦 当然 苦了 便于 生死 也有 苦 苦 苦呢 分开来讲 有四项 四项就是 生 老 病死 四种 四种 相 那么 六道之内 这个四项 好明白了 大家 就是我们 人道 众人 有 生 老 病死 福了三界 也有 生 老病死 这个 生 老病死 我们在 六道里面 中生 是有 父母 生的 三界 以外的 便于生死 父母 照理说 也是有 父母 生的 那个父母 是谁呢 就是 无名 无名 就是 便于生死的 父母 所以 这个 天台中的 教理讲 成了佛了 正道 涅槃了 要 慈悲 无名 父母 像 无名 就是他 父母 慈悲 无名 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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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 根本 无 无 断除 干干 尖尖尖尖的 那就 没有 没有 便于生死 了 就 慈悲 无 无 无 父母 所以 界外的 这个 便于生死 又 生老 便死 生老便死 就是 无名 造成的 无名 断干净了 这个 思想 也就 没有了 观世音 母子 有 这样 大的 神通 力量 就 这些 界内 界外 众生的 这个 生死苦 那 我们 凡夫 众生啊 只要 符合 观世音 菩萨 那种 救苦 救难 的 那种 修养 我们就能感应 菩萨 来答应我们 一切诉求 我们今天 就说到这里为止 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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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